又被肢解成这样 怎么还活着呀 为了遇见你 那日我背你回铜锣村 你在昏迷中 不停地喊师父 你师父是谁 陈兴山掌门灵霄 不过他现在已经不是我的师父了 我 被逐出师门了 为何 因为 目无尊长 肆意妄为 上其同门 想必你那同门师尊 定是做了不可理喻之事 你怎么知道 你虽然看起来凶了些 但并非不讲事理 说得好像你很了解我一样 师父对你 真的很重要 当然啊 我自小在世间 混迹十年 就是我师父带我回的陈兴山 给我饭吃 教我识字读书 引我向善的 好了好了 你别说我了 你看看你一身落魄的模样 你要跟别人说 你是 越过千载 春去秋来的龙 谁会信呢 没人会相信 你到底是渡什么劲 给你自己 渡成了这样 我只爱之骨 我只爱之骨 拔我龙铃 忘我龙心 斩我龙脚 抽我龙筋 只爱我龙骨 請我魂魄 將我肢解於大江南北 於盡我 永生永世 我向你死 那天以後 我就不再是逍遙天敵 呼風喚雨的玲瓏 而是變成了一個病骨之禮 修圍巾式的廢物 太殘忍了 加個 воз骨 我選擇了一個百分之禮 但是我才能給你學他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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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